其實今天這場球就是算競爭蠻激烈的 然後我覺得我們兩個都發揮到自己蠻好的水準 然後就是今天這場球其實就是看關鍵的時候誰發揮的比較好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打法上面看誰有辦法發揮出自己最好的狀態 然後就是其實我自己也覺得今天很可惜就是沒辦法把這場球順利的結束 就是因為他到最後有點身體上面不舒服 接下來因為這是我今年最後一個賽事 然後算是一個蠻圓滿的結束 因為這次東訓蠻長的有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就希望可以好好調整 然後準備明年的賽季 東訓會主要以哪些部分加強為主 主要應該上半身的肌力訓練 然後就是可能移動啊移位的速度 然後跟一些反應敏捷的東西 對然後就一樣我的發球 就是最近已經有進步蠻多的 但是就是要繼續維持然後讓自己更穩定 我第一次賽季十月多就結束了 就是剛好當兵啊然後眼睛啊 都一次弄在一個時間 對 眼睛雷射是什麼時候開始有想法 就是五六月的時候 那時候就真的是 就很麻煩 因為我戴卵式引擎眼鏡就不太習慣 然後常常會有乾眼啊或者是就是模糊的狀況 所以後來就想說要不然就一次弄好好了 然後就剛好今年年底又要當兵 所以就想說事情一次解決 會有一種就是有長時間可以做準備 然後可以準備明年開始衝的那種感覺 火箭升空的感覺 我是希望可以再回到百明內 然後 就是當然 因為這也是一個蠻長的路程 然後 就是希望 主要還是把重心放在這次東訓 因為我覺得 東訓做得好的話 那個成績就自然會來 我看到沒有人 很適合 在買個眼鏡 我們在買個眼鏡 就是